为庆祝国际瑜伽日 即竞设瑜伽馆开馆 6月21日 美国南加州瑜伽协会 进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印度裔瑜伽大师Jadish Roger 南加州瑜伽协会会长杨敦平 著名演员安泽豪 美中商务促进会会长 LSLZ投资公司董事长刘授权 美国金楚文化经贸协会会长叶刚 好莱坞著名导演孙耀宁 以及湖北同乡会的赵林会长等嘉宾 前来祝贺 庆典剪彩活动由著名双鱼主持人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南林 及南加州著名歌手 电视节目主持人Yvonne主持 世界瑜伽日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 于2014年9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 首先提出设立国际瑜伽日 并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 瑜伽体现身心合一的境界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得到了世界广大健身爱好者的喜爱 在国际瑜伽日这天 全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各种大型庆典 以推广全民的瑜伽运动 那么这家瑜伽馆呢 我请名叫静摄瑜伽 它来自于英文名Nirvana Yoga 那为什么叫Nirvana呢 Nirvana它是一个佛教的最高境界 它也有happiness 非常喜悦 然后呢 signness在那里呢 就你整个身心灵得到一种净化 像田园般的得到一种幸喜乐 所以呢 我们这个静摄呢 就取了它的一个是安静 happiness 喜悦的地方 静摄瑜伽 那么我们在这开业期间呢 欢迎广大朋友都来试一下课 我们可以免费课程提供给你 静摄瑜伽馆创办人红彦女士 修炼瑜伽多年 是资深的瑜伽教练 她认为瑜伽是具素身 养心 修性为一体的健身运动 为了普及这一健身运动 让更多的人受益 她创办了静摄瑜伽生活馆 并选择在国际瑜伽日举办开馆仪式 以庆祝国际瑜伽日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